大家好啊 这个最近几年啊 中国这个中央层级的和地方层级的这个债务急剧增加 现在有什么办法呢 现在有专家说了啊 由人大给政府的债务受信 在财政收支问题上 我们必须给人大以真正的权利 赋予各级人大代表以真正的财政预决算的审核权 这个财政赤字规模啊 以及相应的发债弥补亏空计划 都必须经由人大审核 每一项开支计划 都必须向人大代表说明合理的支出理由 之前基本上是行政机关 予取予求 想怎么花钱怎么花钱 这不对 超支 当然也必须交由人大 进行公开问责 每一笔政府的债务发行 都需要向人大说明使用方向 并解释还款来源 在这个改革过程中 当然也可能存在某些地区的人大 疏于行使职权的情况 然而阴谋 必不行于阳光之下 将财政预决算 向全体人大代表完全公开 事实上就是向全民公开 已经不存在多少地下操作的空间了 这一极为有限的改革 就足以让财政运作 变得尽可能的阳光化和透明化 从而让政府的债务 获得真正的信用的加持 经过人大公开审核的债务发行计划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是合理合法的 当然也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而在做到这一点之后 即便是央行直接印钱 购买政府的债券 也不会引发多少争议 而如果做到这一点 我相信迫在眉睫的财政压力问题 也会就此迎刃而解 不过反过来说 也就是真正 这也是真正解决财政问题的 唯一办法了 其他那些开征房产税之类的 开源的建议 在经济下行周期里 都是胡扯淡 目的是抢夺老百姓身上的最后一枚铜板 只能加速经济的崩塌 我觉得也对 之前的人大代表真的是橡皮土章 去年还是前年开人大 也有些人大代表表达了不满 用台湾话叫吐槽 或者叫吐槽 反正是不管是吐槽还是吐槽 有的人大代表就说了 这个政府的预算书 放在桌子上 让每一个代表审议的时间 只给大约15分钟 这么厚的预算书 这么专业的东西 涉及到的利益 可以说是一个国家 最大的权力 战争 战争时期 最大的权力是宣战 宣战完了之后 也需要钱 大量的财政支持 来进行战争 和平时期 怎么花钱 这就是最大的资源 最大的分配 最大的权力 也是最大的公平 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是这么说的 就是所谓政治 就是经济 什么叫政治 政治就是分配 就是分配公平 政治的本质 就是分配的公平 孙中山就说过 所谓政治 就是管理众人之事 那老百姓交税 不管是个人 还是企业 交了税 交到政府 我们是让渡 让渡了我们部分的权力 有限的权力 让这一部分人 是把社会分工嘛 从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到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不管是什么社会 不断的分工 才产生了政府机构 产生了今天被称之为公务员 过去成为衙门 衙裔的这么一部分人 这部分人是为大家服务的 你们不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 你们的权力 必须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你们所做的事 不应该有任何 藏着掖着 你们做的事 就应该在光天化日之下 经得起 经得起人民的检验 历史的检验 是吧 人民给你们的权力 不是让你们胡花乱造 到处洒 到处嚷 这样不对 这样是犯罪